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珍小悦 欢迎大家收看五次第一集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十大最活跃股份 排头位既有腾讯控股 升幅超过1% 报153.8 盈富基金升1% 报22.8 中芯国际升9% 报8.4 中国银行升1% 报3.51 中国平安系靠稳报45元 港交所升1.2 报211元 健康升1% 报5.51 中国移动升超过2% 报92.2 南方A50跌1% 报13.14 南方A50中国跌跌近1% 报11.64 再跟大家跟进十大升幅股份 排头位既有安全货仓 升幅超过1% 报17.2 美节汇控股升1.5% 报3.08 实力建业升1.4% 报4毫 高与中国物业升1.1% 报1.7 征门额升1.4毫 还有十大跌幅股份 然后有十大升幅股份 继续有十大升幅股份 滅益集团升9% 报1.1.4 益刀升9% 报1.97 中心国际升9% 报8.4 申明中国升9% 报1.59 网龙升9% 报27.9 接着有十大跌幅股份 排头位既有中国环保能源 跌幅超过百分之十二,报两号零一 建业建荣跌百分之八,报五号六仙 圣美文化跌百分之七,报六号四仙 中国创新投资跌百分之七,报八仙三 中国原性娱乐跌百分之六,报七号五仙 东原地产跌百分之六,报四号五仙 中国三迪跌百分之六,报四号五仙 马斯国集团分别跌百分之六点二,五同百分之六点一,五四 分别的报价是六号指红六个一 MI能源跌近百分之六,报一个一 先和各位观众回顾一下上午内地和香港的市况 见到隔晚美股偏远,港股连续五年跌之后 恒指今早高开一百二十五点,报二万二千四百七十七点 开市之后大事反复向好,又在十点半之后 曾经一度是收窄升幅,其后再次抽高 最多升二百八十一点,高建二万二千六百三十四点 恒指半日收报在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点 升二百一十六点,升幅跌近百分之一 国企指数方面,国指报一万零三百一十四点,升六十八点 升幅是矮近百分之零点七,半日成交三百九十四亿 而内地股市就回吐,上证指数半日收报三千六百一十三点,跌三十六点 跌幅达到百分之一 联想集团中午后公布中企业值 继续半日是升百分之二点九,是蓝筹之中最强 领资就跟随其后升百分之二点八 利丰和电能实业分别下挫百分之二点六 同百分之一点三,是恒指成份股当中最弱的两只股份 再和大家跟进一些焦点板块 见到中资电讯股板块做好 中电讯升百分之二点五,联通升百分之二点三 中联通升百分之二点二 地产股方面,地产股继续反弹,顺债半日升百分之二点五 长实地产升百分之二点三,新地升百分之一点二 科网股方面,腾讯金组继续上升,带动其他科网股做好 腾讯半日升百分之一点五,网龙更加升百分之八点八 金碟升百分之四点七 而焦点股份方面,见到领展的中期业绩公布之后 或多间的大刊畅好,股价做好,半日都有得升百分之二点八 我们再跟进股空榜的表现 港股半日股空金额是33.43亿元 排头位既有腾讯控股,股空金额是3.37亿元 占股份成交两成半,盈富基金沽空金额1.58亿元 占股份成交两成二,中国平安沽空金额1.5亿元 占股份成交两成九,南方A50沽空金额1.39亿元 占股份成交三成三,中人秀沽空金额1.06亿元 占股份成交两成八 这次的嘉宾请来Jason和我们分析后市的走势 Jason你好 Jason见到港股连跌几天后,今天都有个反弹 但是在市场上都没有太多的利好消息 是否预期后市都没有什么动力再扩大升幅 是的,这个星期来计内地股市就继续有向上的动力 除了你说今早有些回吐 但是港股这边都是有个背驰的情况 就是看到过去的五天,港股都是由23,300这些位置 就跌回去,现在是22,300,就是昨天见过 那今天也都是内地方面是跌的 但是港股方面反而是可以有个逆市的上升 如果你说看回这一段时间的市场焦点 都可能会落在那个内地经济的情况 因为过去的三天,出的那些数据 普遍来说都是比较差一点的 包括说工业增加值,固头,又或者PPI,和进出楼数据 都是差的市场预期 唯一有些惊喜就是零售销售 最新的数据都出了11%,都是比市场预期 还有看回昨天,双11节方面,内地很多网购的公司 都是有个相当好的表现,包括阿里巴巴,全日来计算 那个网购的消费额都已经是突破了去年的数据 似乎比去年来说,都是增长有六成多 那变相就是说,内地现时都可能以服务业 以消费业为主 但是如果你说在香港上市那些国企股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叫做旧经济型那类的股份 例如一些银行,一些资源,一些房地产等等 那个表现都不是,或者可以受惠到 那未来的市场焦点就会重新放在一些政策面 包括说会不会进一步降准减息 还有在今天来说,也有很多消息传 就说关于房地产的行业,未来也有机会出招提振 包括说进一步下调首富比例 又或者甚至乎把那个直接补贴都推出来 就是资助一些的居民去买房 那这些因素对于内房股来说是可以有点看头的 那至于你说一些国企改革的措施呢 包括说那个石油天然气 包括说电力层面的改革现在都不断制定着 那大家都预期在未来这几个礼拜都会不断出的 那看一下你说这些的措施能不能够都可以大动回整个那个港股 但是如果你说纯粹看那个是走势来计呢 恒指亚过去的一个月都是一个就是横行的格局那里上落的 那横行通道的底部大概就在22,200左右 就是和昨天的低位相当接近的 那顶部大概就在23,300 所以如果你说看到昨天试了底部之后跌不穿的 那今天有点反弹的 看下来能不能够可以进一步 就是突破了那条10天线 上回去23,300 那但是相反地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10天线都是突破不了的 那接下来就要小心一点 一旦跌穿了22,200这些那么重要的支持关口 那再下那个下行的目标 就有机会下到21,500左右 所以变上你说这些位置买货呢 其实都要是打赏12分精神 好 谢谢Jason长迅的分析 和大家跟进行指半日开始的情况 暂时报22,562点升210点 国际指数10,304点升59点 大市成交404亿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Jason做回申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